題目從行為分析及評價人物二不受同學歡迎的頒獎 小朋友我們再看看陳龍馬的頒獎吧他在老師還未叫他交出見功課名單時便以交與老師 陳龍馬是否全部同學都對班長有不好的評價呢 不是 也有講他做事盡責的 為何他們這樣講呀 因為甚至是他的好朋友他也不通融 有同學講他做事外板不知變通嗎 有 是哪些同學呢 哪些原本以為可以及時補助的同學 還有沒有其他評價 但有些同學講他連結 為何他們這樣講 因為他把同學要請他吃蛋糕的事告訴老師 你呢 你還未講出你對班長的評價 我認為他做事公正 你和班長是不是好朋友呀 不是 為何你認為他做事公正呢 因為好朋友也沒有獲得通融 原來你和你的同學也是分析了他的行為後才給予他這樣的評價 你上次講 不同的人會對同一個人的行為有不同的分析 得出不同的評價 為何會這樣講呢 為何有些同學不歡迎班長 他們都在獻交功課名單上 害怕會給老師處罰 所以便對他有這樣的不好的評價 哦 明白啦 因為我不在獻交功課名單上 不怕會給老師處罰 所以才給他好的評價 再分析一下班長的行為吧 他做了甚麼事呀 他在老師還未 要他交出獻功課名單時 便已交與老師 那些準時交功課的同學 便認為他做事盡責 那些原本可以及時補助功課的同學 便講他不通融 这便是同樣行為 得到不同評價的例子 練習 小朋友 現在你對陳龍馬的班長評價有改變嗎 參考答案 可以有 也可以沒有 這裡有一個例子 例如 做事有效率 不用老師催促 便交出獻交功課名單